嗨 金明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那小凡一开始先跟听众朋友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Zoe 王小凡 如果 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人是有看过我的粉丝团 所以才去买我的书 对 然后就是 其实我以前的工作就是空服员 那现在就是经营自媒体 然后在另外一个电台有一个广播节目这样子 那其实很多人当时会知道我 其实是因为就是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开始写无名部落格 那无名后来消失以后就是后来被收掉了嘛 那就开始写皮克邦的部落格 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飞行 不管是飞行啦 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有的没有的大小事 然后就慢慢的有人就累积了一些读者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编写会被关注对不对 但是其实一开始初期 公司是没有在关注的 因为一开始的初期 大家其实还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在时代的趋势啊 就是自媒体嘛 那传播方式的不一样嘛 那我觉得一开始公司其实没有太注意到这一块 一直到后来就是其实是罢工事件以后 罢工事件以后 那其实公司就是 我也不能说是秋后算账啦 就是公司就有一些其他的动作 那就他们希望他们觉得说如果你在网络上的声量比较大的话 那他没有办法控制你嘛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来自公司的压力 对啊因为毕竟就在就公司的立场 那当然希望大家就乖乖的 乖乖听话 然后把每个航班这个很顺利完成就好 那你有其他的声音的话要按体制内去反应不要在网络上乱写文章 可是我没有乱写文章喔 因为难免会有情绪吧 他们看的 对啦 但是但是我没有乱写文章喔 因为其实我之前还在公司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公司的官方部落客 所以其实我在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 应该说我前公司有一个官方的旅游的网站 那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同事 那大家就有写一些我们曾经飞过的一些航点啊 有趣的地方啊什么的 在上面其实我们也有分享 那我在我自己的平台上面分享 其实我我其实真的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温和了 还有更激进的就对 更激进的已经被列为巨飞的名单了 对对对 对啦其实就官方立场有时候他们难免会保守一点 但是就我们个人立场有时候我觉得那我自由啊 你连下班都管我说什么 但是相信我 我相信这个会慢慢的这个演变 一定是越来越开放的 这个一定管不了 除非我们真的乱讲话嘛 那如果你讲的是正常的话 公司其实也没有权力干涉那么多对不对 对我觉得公司其实因为罢工以后 后来 其实空服员只要犯任何一丁点的小错 你就会被放大 那那时候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的气氛其实没有很好 就是公司一定是有地勤跟空勤嘛 那我所谓地勤不是机场的第一线的地勤哦 我所谓的是行政人员 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人 那其实那个时候 这两方就是空服员跟行政人员 其实我们的立场是 也不算对立 就算是很紧绷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即便是你可能在飞机上犯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错误 都很有可能被放大检视 哦小辫子会变成大辫子 可以这么说 好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一开始想当空姐的这个动机跟理由好不好 其实在书里也是有写啦 对但是其实我就是误打误撞啦 因为其实我没有我不是那种从小就把空服员这个职业当作是梦想的那种女生 那我那时候其实也真的就只是觉得跟朋友一起去试试看 那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毕业是快要毕业 那我就想说也可以累积一些就是面试的经验 毕竟就是没有真的参加过正式的工作面试 那我就想说那我要试试看 那后来呢就是刚刚好就是非常的幸运就考过了这个面试 于是我就想说反正好像也还蛮有意思的 那我的性格其实蛮喜欢跟人接触的 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也许是适合我的 加上我很喜欢旅行 然后那时候好傻好天真 觉得好像可以就环游世界嘛 但是其实没有 不过那时候就是考上了以后就当然就是就去飞行了 那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说要飞多久 我那时候就觉得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 那就飞到不能飞为止 飞到身体真的没有办法为止 所以一般像你们大概都是以几年为一个规划 或是这种结婚生小孩就退了 没有耶 其实因为我的前公司很多很资深的组员 所谓很资深就是你随便抓一个就问他说 请问你飞几年了 大部分会抓到可能就会是七年 然后十几年 这种都是还算之前喔 然后如果你是那种飞一两年是超级之前 那大部分的姐姐其实都飞好久喔 其实我们的签约一签是三年 但是三年以后就是随意看你要飞多久 解约都是不用赔钱的 对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 可能身体上的疾病啊 或是什么其他的事件 其实一般人会继续飞下去 那我个人觉得啦 通常飞了三年以后 有很多人走 然后五年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关卡 因为其实你如果刚毕业就进去 进去了五年 那你再出来 其实我讲老实话 你只有这一个工作的经历 你要再跳到其他的领域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那其实你当时一出来拿这个薪水 那你五年以后你变成是零 零你要再从另外的领域重新开始 然后你可能拿到的是新鲜人的薪水 其实是非常对对对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通常就是三年吧 三年该走的赶快走一走 大家就会走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五年 五年以后可能就是七年 因为飞到七年的时候身体差不多已经坏光光了 然后因为其实真的是很多职业病 飞到后来你就会觉得说 哦原来姐姐 以前那些资深的姐姐跟我们讲的都是真的 因为我们以前刚开始都是新鲜的干嘛 那新鲜的干进去都觉得 哎有什么关系啊我就在熬夜啊出去玩啊 有什么关系 后来真的是觉得说 天啊身体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子弄下去了 所以差不多在七年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离职 对 那其实七年以后离职的人 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会自己创业 那再有些像金铭大哥讲的 就是有些可能就是结婚生子嘛 那可能就回家带小孩 那有一些人其实像我的同学 就是跟我同一年进去的同学 其实我们的流动率算是很高 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们班上只剩下 可能就一半 一半不到的人吧 还在线上 对其他人就是 要不就是离职 要不就是留停 那其实有一些人 他进来了以后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工作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 那我就蛮多同学后来离职 就直接去当一些比较可能规律的上班族了 嗯 他可能就不喜欢我们这样子就是早接晚晚接早 然后你放假的时候 你朋友没有放假 然后可能一些像过年啊 那种节日啊 都没有办法跟家人聚在一起 那他们就其实像这样子 没有办法习惯这样的生活 其实在一两年的时候 他们就会赔钱已经就离职 很多人的这个目的都想赶快存够钱再离职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真的在短时间存到钱 然后能够让你离职稍微轻松一点 我觉得基本上 所谓存够钱再离职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成立的 因为你的这一生到底要存多少钱才叫存够钱 那我觉得如果你的意思是退休 存够退休的潜离职 我觉得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第一个呢 其实空服人的薪水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 我之前就是常常做计程车的时候 就遇到就是如果穿制服然后去上班 司机就说 你那个空姐一个月十几万这样 然后我就说 没有十几万 然后我说真的没有十几万 尤其是狠菜的空姐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你飞到就是没日没夜 然后疯狂接班这样子 你才有可能可能八万 然后你可能如果你资深一点 因为会稍微调涨嘛 虽然说调涨幅度极低 可能一年只有调一百块 但是你的 但如果你的班型的不同 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薪水 那如果你很认真很认真 飞也许有可能会到九万 可能会到十万 那以一般新鲜人来说呢 社会新鲜人拿到这个钱 当然是超级多了 但是如果你可能已经飞了十年 十年你在拿到这个钱 其实你看看你的同学 有些同学其实已经是 一个公司的小主管了 那我那时候就会在想说 那这样子的钱 其实它跟你薪水是差不多 那这样的钱 加上你身体的 一些其他无形的成本 其实我话也觉得 好像不是真的 钱这么多啦 所以像大哥刚刚讲说 有没有人想要就是赚个几年 赶快赚完就退休了 我觉得很难 因为第一个 你一开始刚上线飞 你一定到了这个地方 就很新奇 那你一定会出去玩 那出去玩就会花钱 那出去玩会花钱 再来就是你可能看到很多 觉得这个东西在这里买 比台湾便宜 就觉得买一下 然后呢 像我这种就是可能觉得 啊这很适合朋友 就帮朋友买 要不然就是可能就觉得 哎这可以很好吃 可以买个一些日本奥米亚 给带回家给家人吃 到处送 对带回家给家人吃 其实我觉得在刚开始飞的时候 是非常难真的存到钱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呃那你飞了可能三五年好了 该去的地方也去过了 嗯嗯 那呃有体力也没有像以前这么好了 就觉得哎好像在外站 是不是就可以就是躺在房间里休息 这样子 那确实是会比较存得到钱啦 嗯嗯 那呃但在这个之前呢 其实因为有太多的诱惑 但有可能是我本身 无法抗拒诱惑啦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存到很多钱的啦 但大部分大概有八成的空服员 基本上都是很会买 嗯 很会买 但不只是买自己的东西 就是买家人配合东西 虽然买男朋友的东西 还是买小孩的东西嘛 那其实就是会觉得说 好像也不是这么容易 再存到几年前就可以退休 嗯嗯 而且说实在是现在退休的金额 你至少至少要一两千万吧 是啊是啊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不太不太成立的啦 对我们而言啦 对啦 机师反而有有可能对不对 嗯 机师如果飞个几年 还有可能存到一点退休金这样 对对对 但是薪水差太多了 但是机师他们也都是拿肝再换的哦 他们也都是肝指数换来的 因为其实 呃我们的薪水结构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一开始呃你进来 你可能是某一个等级嘛 那你就是拿这个等级的实薪嘛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每一个月的薪资其实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像呃你飞的多的可能越南航线多 那你的美金可能就用你的多 嗯 那美金又有汇率的变动嘛 对 那呃台币呢也会有飞加 但是飞加也不一定是多或是少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飞的比较少时数的时候 可能 我记得我一次台币的 因为其实我不太刷我的薪水的本子的 嗯 因为我觉得反正钱就是会够用嘛 那我就不会去刷啊 然后我也不会去算 反正时间到就进来就对了 对 那要用你就领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 欸好久没刷到本子我刷一下了 就说哇原来我的钱这么少啊 我大概呃我记得我那时候不飞 我记得我飞了大概五年左右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太不太爱飞那种 很长的越南航线了 哦身体太累了 对真的是身体没有办法负荷 然后呢我就会飞一些例如像过夜班 或者是短班来回短班 那那种班 亚洲吗 对亚洲的 嗯 那那种班其实钱当然就是比较少嘛 对啊对啊 然后我就去刷本子 哇原来我这个月台币只有两千块 我想说哦原来我钱这么少哦 然后算一算一个月才四万多块五万块 嗯嗯 但是我飞的比较轻松 对 对所以就是呃薪水的结构其实不太一样啦 那如果是机师的话 机师当然他们有也有所谓像我们这样子的 可能超时的飞加 或者是呃你飞了什么航线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那叫什么 就算是算是补助吗 不是补助就是一些算是飞行家籍啊 嗯嗯那所以他们的薪水确实是比我们高出很多哦 但是也不像一般的大众觉得好像这么好赚 嗯嗯对但我相信他们可能飞个十年 然后可能有认真存钱的话 应该是可以有一些就是退休金的准备金 对啊这个大概十年差不多啦 因为其实机师应该也有个三四十万嘛 嗯有正机师啊 可是可是其实像一开始的很菜的机师大概一个月也是十几万 嗯那可能有一些飞行家景飞得多的话 可能就会稍微再多一点 可能十七八万二十万这样子 嗯可是我呃像因为他们也是会跟我们一样飞到国外嘛 所以他们也是其实花费也是不小 对就是他们一样也是我朋友还是我女朋友嘛 他们也是会花钱买东西 所以一般如果要说机师的话我遇过的机师 其实他们的职业 因为其实一个机师的养成是非常困难的 嗯他们必须要有两年的培训嘛 然后在国外飞行然后考试什么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困难 那他们在国内不是说你拿到证照 哎就可以一直飞下去 就是其实每一年都还是有所谓的复训 那复训其实也是都是要考试考过 你才有下一年的饭票 哦一年一年审核就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的是甚至是半年要考一次的一些执照更新 或是一些就是认证啊 然后他们通常因为这实在太困难了 所以他们通常就是会做比较久 我遇过大部分的都会做到退休 除非你真的是身体有很重大的疾病 真的让你不能再肥了 他们才会就是真的是离开这个职业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 假如他退了之后他也很难再找到三四十万的工作 对不对所以退了基本上都是退休嘛 对但是等你要到退休一定要存到足够的钱 不然就是真的年纪到你才会比较甘愿退休 不然一定会继续撑下去 对对对对 那像空姐相对弹性就大一点 因为毕竟你们没有这么高的薪水 对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 那你在一开始这个所想的 包括很多人对空姐的这个想象 就是薪水高啦到处玩啦 然后环游世界啦 然后免费机票 然后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大家把这个职业想的太美好 是因为第一个可能他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好像可能媒体受造的一些形象 让大家觉得说哇这样子 可是其实真的没有这样子 第一个我想讲机票确实便宜 机票这一点是我认为这个职业里面 给我觉得最棒的bonus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附加价值 因为机票真的是每一年都会有依照你的年资不同啦 那你资钱的话你点数可能就少一点 那因为其实每一家的运作方式不一样 那我们家其实就是会给你点数 那这个点数呢你就可以去兑换 例如说免费机票 对例如说亚洲的 或者是你想要去一个长航段 可能欧美也可以 那欧美可能就是一年的点数可能会来回一趟 然后再送你一个亚洲的一趟这样子 哦是是是对这样其实就是差蛮多的 因为欧美的长城航段的价钱至少都要个三万吧 所以等于额外的附加价值就五六万块这样子 送你免费的航空 对那其实因为这个票物的这个其实也是很复杂 因为其实我们还可以开外加的航空的票 对那外加航空票可能贵一点 但是我每次讲出来说贵一点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哈什么 就是其实如果说我用我自己的员工票的话 那假如说我去日本或是韩国 我可能只需要付一千多块的税 就来回哦 是超级便宜 是比高铁还便宜哦 比我高铁台中还快便宜 那大家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 对但它是有限的嘛 那如果你这个点数用完以后 你就可以用所谓的另外一种票 那这个就是连航的票 那连航票的话 大概就是可能三千八三千九左右 也是超级便宜 优惠价就对 对也就是你可能三千八百块 就可以飞一个日本的来回 所以大家就觉得哇很好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这个工作最好的附加价值 但是也要有价吧 对因为其实像现在就是 这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就开始要忘记了 就七八月嘛 那七八月的忘记呢 就会加开很多一些其他的航线的航班 然后有时候像过年会有一些那种加班 就是半夜的 其实在这种时候都是 人手很吃紧的时候 再加上最近有一个新的航空公司要开了 不少人就跳了过去 所以我们公司 我的全公司其实现在 人力又更吃紧 对超级吃紧 那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休假很少 就是真的是就劳基法规定最低的 就可能六休一这样子 那其实一般人就觉得说 你们休假很多啊 然后那你们机票便宜就可以出国玩 真的就是有时候是没有时间出国玩的 有机票也不一定有价能够玩就对 对 而且那个机票其实也不是这么好用 因为那个机票其实就是后补票 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我跟我朋友一群人 然后我们六七个人一起出去 然后我们要去香港 然后那时候呢 那时候我是因为我是员工票 我用我自己的票补票 那他们是买全票 结果就是他们去了我没去 然后有一次我去北京 从北京要回来隔一天要上班 然后我也是北京补员工票 补到最后一刻他都不给我票 然后我想怎么办怎么办 结果这终于 没有就是当我在机场候补 然后当下终于他们就说 啊机出一个位置了 我说太好了 我就只好就是在最后一刻拿了机票 就开始狂奔 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上飞机了嘛 然后就等我一个 我这个不是故意的 因为地情没有办法给我票 因为当那个机位很吃紧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给员工票的 所以员工票都是 我们都笑称是乞丐票啊 就是其实你不一定能飞 那大家就是可能只能找一些淡季 或是比较不好的时间去做 这样才有办法上得了飞机 所以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用啊 好那你在去年退的时候 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 对不对 这本书是就是在今年密集这样完成吗 呃没有 这其实去年我就是慢慢的在写了 我还没有离职之前 我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个书约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在写 因为我觉得完成一本书 真的是需要非常长久 非常大的耐性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写完 我真的觉得天啊 我竟然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然后呢 呃那个时候在写的过程当中 其实中途我有觉得想要放弃 因为真的有点写不出来 嗯 那当时其实会有这样的念头 就是因为我记性很差 那我就觉得 诶那我在这样子的 就是一般人都这么好奇的职涯里面 那这些故事是不是应该要写下来分享给大家看 那其实我平常都有写 就是一鸣空姐流水账日记的部落格嘛 嗯 那可是那个东西是很很零碎的 零散的 对 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出一本书 可以当作我自己的纪念 也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嗯 所以当时才会有这个想法 那有一些出版社就是来找我聊了以后 我想说嗯好好 那我就来实行这个计划 所以我那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写这一本书 那其实十年发生很多事情对不对 只是那当下如果你没有马上记录的话 有时候久了还是会忘记 对 只会留下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印象深刻都在书里面 嗯 包括你讲的这个 连那个乘客一上飞机 你就可以猜住他是不是点番茄子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养成一个最奇特的能力 我觉得 而且大概是有八成准哦 然后每次猜中以后 哇 我自己心里都是小窃喜这样 这个是你们这个自己的一些乐趣吗 就是在这个上飞机之前 就会先做一些 这个对客人的一些预测这样子 也没有是我个人的乐趣啦 就是我通常 因为我很喜欢观察人 对啊 因为我就是因为很喜欢接触人 所以我才会喜欢这个工作 然后就是很喜欢观察人 然后就会觉得说 哎 那客人 这样子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的互动 就可以去观察他们 是 就是我工作的小小的乐趣 就会很喜欢就是观察他们 然后想说去印证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我还会就是喜欢跟客人聊天嘛 有时候对面会做客人 那就是那边大眼邓小眼是蛮尴尬的啦 然后有时候就会稍微跟他们闲聊一下 就讲哦被我猜中 就觉得那是一种 成就吗 也不是啦 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啦 可是如果你对客人过度亲切 是不是又造成很多客人这个 又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 当然不会过度亲切啦 你一定是 你一定可以感觉出来说 这个人想不想跟你聊天嘛 因为有些人其实不想被打扰的 是 对不想被打扰 那他一定是 他坐你对面 他一定就是可能闭目养神 然后可能会看他自己的书报杂志 像这种我们都一定是不可能会去 就是跟他判断啦 对 大部分时间都是客人可能就是很无聊啊 他一个人搭机 然后他就这样看着你 然后你就觉得你是不是想要对我说什么 然后他会直接问你说 哎那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因为他就觉得我们最了解嘛 对 那他就可能开始会开启一个话题 我们才会继续跟他继续聊天啦 可是你们在机上还是有很多准备工作 对不对 也没有办法跟客人聊太多嘛 对对对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在等待的过程里面 就是在厨房里面就开始在准备用餐什么的 对对对 飞机上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是一般客人不知道说 哦原来是空服员做这些事 对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客人也是有时候也会有点为难 就是当你跟客人聊得很开心的时候 然后你说不好意思那个我要我要先站起来去工作 聊开了是不是 对对对我还蛮常容易跟客人聊开的 然后对就会觉得啊有点不好意思这样 但事实上没错就是飞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是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例如说送餐的时候可能会问你说你要鸡肉面或是牛肉饭好了 嗯哼那你就会拿到一个餐盒然后上面有一个热的主餐 对那其实那个主餐呢都是空服员在还没有送餐之前 在一个很大的oven里面然后把它热好然后一个一个拿出来塞进的那个餐盘上 就是冷盘上面对对其实有很多前置作业 然后还有像是呃餐后就会有一些像咖啡跟茶嘛 嗯哼那其实咖啡茶也都是必须要事先做的准备 对那当然就是都是新鲜的就是要现做 所以其实在飞飞完以后通常就只有飞飞的时候可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嘛 就跟客人会有一些互动的时候 凭飞以后我们开始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程序这样子 嗯哼哼所以你们在呃飞机上也是会做一些分工嘛 包括你讲的说比较菜的通常就要分配去做这个呃机上购物这样子嘛 对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飞机上的生态很像是在当兵啊 嗯哼哼有阶级啊 真的有阶级虽然说我没有当过兵啊 但我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以前其实那个名牌上面都是有写 皮数的 嗯就例如说啊你是一零几然后我可能三零几这样子 对那哇靠三零几靠一零几的就就哦哦哦哦就是有一种 就是那种呃很很崇高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有点不太敢跟那个资深姐姐讲话那种感觉 大学姐嗯对可以这么说 对然后其实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不是很能够理解这样子文化 后来就是慢慢习惯然后慢慢可以理解因为觉得其实这个公司他有非常非常多空服员大概有三千多个组员然后每一次飞人都不一样对必须一定要有这样子的阶级也不要说阶级算是资深资浅的这样子的文化对才才可以让整个工作的运作比较顺利那其实一开始任务飞行任务之前都会有一个briefing那briefing呢庄长就会说啊你今天担任的可能是 呃1r好了那1r他就是非常资深的姐姐的位置那你可能就4r4r可能就是最菜的那4r他应该要知道说他自己要做什么这样最资浅的就是卖免税品那可能最资深的姐姐或是前一两个资深的姐姐他们就要呃可能负责全机的广播嗯对就是诸如此类那大家因为都是有受训出来的空服员嘛就是他们都是qualified空服员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今天是4r那我要做什么对 对那嗯像之前的就是大部分啦之前都会是卖免税品啦嗯因为卖免税品这件事情真的就有业绩压力吗没有业绩压力嗯但是呢就是这就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啦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免税品的同仁他们就是推在那个飞机的走道上他们推超快啊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喜欢卖免税品因为卖免税品这件事情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免税品的就是客人会用现金嘛那其实我们会遇到这么多这么多的来自四月八方的客人嗯那可能有人拿美金有人拿日币有人拿人民币台币匹别不同对对对那其实那些钱都是卖免税品的那一个人他要自己准备的带电啊对就是你要自己带电钱那你每一次上班前还要记得要去换零钱嗯不可能带一张一千块啊你一定是要去换百超啊然后换五十块啊十块啊然后带一堆零钱在你的身上 那当然有些人会刷卡啦不过有些人不习惯用信用卡他势必还是会用现金那你是因为你有这个duty所以你必须要完成这个工作那这个事情呢就已经很繁琐了在接下来是结账以后你会发现经常会少钱或是少东西其实都是算在那个人的账上 所以那个人压力特别大你在书里有写说那个人是少了四百块美金啊那就是我对啊我那时候觉得好难过然后我就我那时候就觉得哦不是应该不是四百块应该是一百一百四十块吗就反正不少啦我那个时候觉得天哪怎么怎么会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那时候其实刚上线很久以前刚上线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都已经因为其实刚上线的前几个月呃是有试用期的 那试用期的薪水其实是很少那时候大概只能刚好就是cover房租还不够哦没有生活费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以前免税品有几个班是特别卖的那特别卖的免税品呢可能就是呃那时候可能刚好促销打折或是什么的然后大家就会疯狂抢购那疯狂抢购你就有时间压力因为你会怕你卖不完所以你就会要卖得很快那可是你刚上线其实就是手忙脚乱然后东西又不熟 又找不到东西在哪里有时候还会拿错东西给客人哦因为有些客人他还要先看一看吧他不会马上买对你就要一直翻东西给客人看对然后你就看一看然后同时呢你拿一堆东西在他手上然后你又会忘记说哎那个东西是不是没有拿回来那如果你就遇到一些就是嗯哎就是可能他自己也忘记了啦他就把你东西带走的这种客人的话那就是这个账都是算在那个人身上好啦你是真的400块啦梳理有写是吗我写400块嘛对啊你赔了400块一万二 我忘记是400块还是还是140块反正就跟4有关应该是400块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大巴上默默流泪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这么这么的辛苦然后我飞了一个越洋航线这么的累然后没有想到就是真的活生生就少了现金嗯所以我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是客人忘记给了还是说姐姐帮我呃交易然后结果没有收钱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一团混乱但是呢因为你是就菜啊 然后你也不能说什么啊你也吞了就对了就只能吞了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好委屈所以没有人想卖免税商品这个等你熬到变血缱你就终于可以不用卖了对哈哈又新的学妹要卖了哈哈哈哈哈 总是有比你资钱的啦 就不管你在怎么资深还是 不管你在怎么资钱还是有比你更资钱的人 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去卖免税品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卖免税品的那些人真的好辛苦哦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搭飞机的时候 可以就是真的不要一直为难他们 要他们找一些零钱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遇过说 就是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没有零钱 或者是你知道每个人要买一条烟的时候都拿一千块 你真的没有这么多零钱去找你啊 那你就说真的很抱歉啊 是不是可以请你刷卡或什么 其实有些客人 但好的客人当然就OK可以谅解 但是有些客人真的就会因为这样而生气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可以就是体谅那些卖免税品的组员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有他们很为难的地方啦 所以你下次看到他推车子来 应该就是很多这个比较菜的 要对他要多一点同理性这样 好那你是大概做到这个去年的什么时候 你才决定真的要退 是真的身体的关系吗 我身体确实已经也是鬼州牌撩撩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职业给我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啦 那我个人的性格就是比较喜欢冒险嘛 然后喜欢新的东西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开始尝试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工作可以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养分 那我也看了该去的地方也去了 该玩也玩了 然后该花钱也花了 该看也看了 我觉得那就是差不多了 嗯 那我就觉得 哎刚刚好在一个这样的时间点 然后 这样我的身体其实也没有像以前 肝这么 肝这么新鲜 是是是 对对对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觉得我应该要开始做其他事情 好 那讲一下你的现况好不好 包括你刚刚一开始介绍说 有做广播节目 有经营自己的媒体 还有其他的一些合作吗 呃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商业合作的话 其实因为我就是经营自媒体嘛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厂商啊 或是产品来找我试用 对 那就是呃 这一方面的话 基本上因为我个人是一个蛮蛮龟毛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写我自己不用的东西 昧着良心 哦 我觉得不会为了这样 因为我觉得 因为说实在的我经营部落格这么久 然后已经有很多人是从最一开始 就一直在看我的文章 follow你到现在 对 follow你到现在 其实很多人已经算是老朋友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只是为了拿钱 然后去写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如果这东西不好 然后我硬写说它很好 这我真的办不到 嗯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如果你要长久做 这样子的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时你的事业的话 你如果要长久做下去 这样绝对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这个东西只要是它有问题或是其他真的就是不好吃或他真的就是不好用 你真的硬要去硬要说它多好 其实大家都是会看破手脚啊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其实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我个性比较比较直接啦 所以有follow我的人都会知道 所以其实我自己都是当然就是初步会过滤那些东西 第一个是我喜欢的我会用的 要先试用好的 对对对 我一定会用我才会去写 那这个就是商业合作的部分 那还有一些是像可能有一些企业的邀约演讲 嗯 有一些学校也会有 那就是我可以可以把我有用的资讯告诉他们的话 我就会去接受这个演讲 对然后就算是像是讲师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 也算是我的另外一个工作啦 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的内容是适合他们的话 我才会愿意跟他们接 其他不然其实我觉得你硬是要 因为我运过一些企业就是硬是要我去讲 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不觉得我的这些事情 对你们是有什么正向帮助的 对我就没有没有意义啊 对所以我就会还是会希望说 是他们可以接收到我的一些想法跟理念的话 我就会去接这个讲座 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些像是我一样会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嘛 然后有些影音的部分 其实我大部分都是分享我自己可能喜欢的 喜欢的喜欢去的地方 或一些Vlog就是去旅行的一些影片啦 对就是目前现在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可是你现在马上就要面对这个收入 突然就减少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吗 因为确实一个这么熟练的工作 工作做了10年然后你可能薪水也到了一个等级 突然放弃然后是不是心里那时候 也应该有蛮纠结的吧 老实说薪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当时纠结的点 纯粹就是健康啊 健康是一个点 再来是因为我后来在公司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大家都有看新闻就是一些罢工的事件嘛 那我刚刚有说就是其实后来公司就是有一点点是行政人员跟空情 其实之间是非常的紧绷对立的 后来我是不太喜欢那样子的环境 就是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才会有种种的因素 包括我的身体嘛 包括我未来吉他的规划 所以我才会离开 所以其实那时候薪水还真的只是很微小 几乎我那时候其实好像没有在考虑薪水 有啦我有存一些钱啦 所以就是啊其他就是投资嘛 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薪水倒也还好 我觉得我还算是年轻啦 我还是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再开始就对 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薪水这件事情 我不觉得会饿死 所以我不会害怕 但是那现在其实也是有一些案件收入啊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像是腰稿的收入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活得下去啦 就我不追求什么要赚到什么一个月几十万这样子 我觉得是过得下去 然后我觉得生活品质好是很重要的 对啊确实离职会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因为工作压榨压榨太辛苦 至少每天可以睡到自然宝 睡醒之后再开始行动这样 好那最后这本书呢 还是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些建议 给一些真的想要成为空服员的 包括你也常常收到一些资讯 对 假如你想成为空服员 你的好多建议蛮具体 帮我们讲一下 我觉得很多人都问我说要怎么准备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 其实没有什么好准备的 你能准备的只有你的语言能力 对 因为我说实在的 如果你今天假如说你六月毕业嘛 然后你可能接着就面临的找工作的这个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你其实你的口条跟谈吐 这个东西不可能短时间养成 早就要准备了 对 然后再加上你可能 其实语言也不太可能短时间养成 因为都是要很长久的累积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说 你要怎么准备的时候 我都觉得 其实这是很长时间的累积 那我能够在短时间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你可能只能去参加空服的面试之前 你可能要先去研究一下怎么样 让自己的仪态看起来变好 至少妆要化的好吧 顺眼 对 至少妆要化的好 然后至少头发要会绑包头吧 因为如果我要告诉你说 你现在开始短时间增加你的什么美姿美仪 或者是你的什么谈吐要变得很好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我通常都会建议他们说 那你就是要会化妆 然后要知道说怎么样的穿着 怎么样的套装适合你的 你的仪态会是看起来还不错的 然后包头的话 其实我的频道也有教大家 就是怎么样绑包头 那其实这些东西呢 在网络上面都有很多的资源 可以去找到 所以其实还有些人会问我说 要不要去报补习班 我觉得补习班这个东西 其实因人而异啦 我个人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除非你真的是对这个考试完全毫无头绪 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资源太多了 你随便Google一下 你都知道说 哎怎么准备 然后很多人很热心会分享 对 那补习班其实就是他很短时间的 很快速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也当然是OK 但是因为补习班就是有一个最实际的 就是他的学费很贵嘛 那我会建议大家啦 如果你有周遭有些朋友也想要去考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组成一个读书会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起讨论 然后可能一起来研究说 我这个套装是不是适合我 那我的这个妆容怎么样 那大家一起去搜集资料 然后一起分享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不错的 在短时间要去面试之前 很不错的一个准备方式 那其他的其实 我就是跟大家讲说 这面试的时候就是放轻松啦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会考上是因为我真的放得很松 太松了神经比较好 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得失心啦 因为我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说 反正我就是来面试 面试一下 我想知道这个经验是怎么样 我其实也没有觉得说 我一定要考上 或我没有考上会怎么样 对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是算是蛮放松的 过去 然后就是跟考官聊天 所以很多人其实会败在 他的条件其实都很好 很多人败在他太紧张 那如果你太紧张 你可能面部表情就很僵硬嘛 那其实因为空服员考试 他一进来 他就是看你的第一印象 一定就是你的笑容 而且其实空服员的笑容 很重要嘛 因为其实就像跟你的制服一样 就是大家看到你 你势必一定是微笑的 所以如果当你太紧张的时候 你进去你就会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那这样子就真的是 就是很惨 所以大家就是要 练习 对着镜子 微笑 放轻松 然后 我觉得心里的 心里的建设很重要啦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 好像没有考上会怎么样 其实没有考上也不会怎么样啊 就跟昨天一模一样 没有考上明年再考 或者是换别家 好像很多人就立志一直考耶 真的 很多人就很想当空姐一直考 对因为呢 这些人会一直考 就是因为他没有当过空姐 那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就是外面的人挤破头想进来 里面的人想出去出不去 就跟结婚一样 结婚的想离婚 那未婚的拼命想结婚 对就大概这种感觉 所以呢 当他如果有一天真的到达了 就是他真的是 完成了这个愿望了以后呢 可能 你再来问他 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啦 对那我觉得 总而言之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啦 至少就可以让你 开拓你的视野 然后你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 其实你在台湾本岛没有办法接触的一些文化 然后一些事情 对对我觉得是很棒的 那如果真的是想要准备 最近有想要准备的一些毕业生的话 那当然就是加强语言 然后加强你的仪态 然后你的妆容 然后放轻松去考试 我觉得应该就OK了 哇听小婉这样讲 其实空姐还是不错的一个职业 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有规划 大概三年五年七年十年 最多像你这样十年 然后到了人生 另外一个境界之后 就能够再去做别的事情 而不是真的一定要被操到老这样子 也是有很多人会到退休啦 很多人是非到退休 但是我真的觉得 就他们的身体 或多或少都有承受一些职业病啦 对对对 如果短时间能够 这么短的这个几年 能够接触很多异国文化 也是一个很棒的人生啦 最后小凡讲一下你的这个粉专好不好 你粉专都分享 除了旅游还有哪些资讯 因为我很喜欢研究那个美妆跟保养 所以我就是 因为我很常就是去一些 例如说日本啦 我就会买他们的那些什么开价的美妆啊 或是专柜美妆回来试 对所以我也会 在我的那个一鸣空姐流水帐日记的粉丝页 常常会写一些 就是我最近买的什么新的东西啊 好用的不好用的啊 然后美妆保养品啊 然后还会分享一些 大部分都是旅行啦 就是旅行 然后还有我的狗 因为我很爱帅狗 对然后就是 还有会分享一些 我觉得最近很新奇的东西 或新奇的话题 有些在上面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子 对我看你蛮常开直播的哦 偶尔啦 对啦有时候啦 因为我觉得直播 我发现 现代人就是喜欢看影像嘛 对对 那我也不是每天都可以一直去剪那个YouTube的影片 那我就觉得 开直播好像也不错 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 即时互动啊 然后可以就是聊一下 这样也不错 对短短的 然后也不用开开太长 有时候三五分钟就好 嗯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作者王小凡 为大家介绍 三万英尺的高空生活 一个空姐的流水障日记 四块一文创出版 谢谢 谢谢 谢谢